那咱们可说好了啊 合同时间为一年 一年之内扭亏为盈了 以后的事情都好说 万一发生点差池 您也不用担心 有我呢 到时候上级问起来 我这也好应对 您明白吧 明白 行 什么时候上门 罗所长 您先别着急啊 我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再加一条 如果您答应了 我现在就上班 扭亏为盈的目标 是绝不能改的 当然 这一点您放心 我的意思呢 既然是项目考核 那就必须由我说了算的 厂长负责制 来吧 我带您去看看 您看见了吧 这么低效的生产率 不是怎么提高的问题 是要根治思想上的懒惰穷 是根治那就得下梦妖 所以呢 我必须要有这个 说一不二的权利 否则的话 我无法保证 在一年之内扭亏为盈 好 我支持你 但是职工值不支持你 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罗罗所长 咱们呀 别看过程 只看结果 您哪 只管验收 扭亏为盈这四个字 剩下的呢 就是我的事了 结果是给别人看的 过程 要你自己苦成这样 最好 谢谢您的理解 罗所长 我需要您啊 帮我发一个通知 马厂长 明天上午八点整 走马上任 我要发表就职演说 搞个常话会吧 咱们现在穷的 还有钱买茶叶吗 就叫见面会 行 那就见面会 到时候我陪你去 您陪我去 您要陪我去 那就看不出来 是我受欢迎 还是您受欢迎了 你们几个 醒醒了 醒醒了 上班时间啊 睡觉 这几个灯 都修了一个星期了 还没修好啊 抓紧吧啊 现在这是我的权利了 明天早上啊 来开职工大会